20世纪90年代末 中国的互联网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 有了互联网有什么用 要怎么用成为了当时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的难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有一个年轻人 他拿着50万的创业资金 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就在中国的互联网界闯出了名头 他不仅依靠着旗下的盛大公司 一跃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 还放下了豪言 要打造一个中国的迪斯尼 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 传递商业智慧 本期紫牙同去创始人观察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盛大网络创始人陈天桥 1973年 陈天桥出生于浙江省 17岁的时候 当其他的同龄人还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陈天桥已经凭借着自己优越的成绩 成功考入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系 20岁 当其他同龄人还在学校里准备实习 找工作的时候 陈天桥已经申请到了当年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名额 那一年 复旦大学只有18个人获得了提前毕业的名额 大学期间 陈天桥获奖无数 在这些奖项的帮助下 陈天桥一毕业就顺利地进入到了上海陆家嘴寄行工作 四年的时间里 陈天桥凭借着自己过硬的个人能力 成功地从此公司副总经理的位子 一路直升到了集团董事长秘书的职位 23岁的年纪 陈天桥已经成为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年轻有为 意气风发 所有可以用来形容年轻人的报义词 几乎都可以用在陈天桥的身上 在陆家嘴集团工作的四年时间里 陈天桥跟身边前辈们学习到了很多实用性的知识 借助着这个巨大集团的肩膀 陈天桥更早地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个新兴事物 在那个互联网尚未兴起的年代里 陈天桥已经能够每天把互联网玩得风生水起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陈天桥接触到了网游 酷炫的页面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只要每逢节假日 陈天桥就一定会蹲在电脑前面玩着游戏 这么吸引人的游戏 如果能够大规模地引入到国内的互联网 一定会掀起一波新的热潮 在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陈天桥对网游有了新的想法 1999年陈天桥放弃了自己稳定的工作 怀揣着自己工作积攒下来的50万元 和自己的妻子弟弟一起创立了 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初期 国内的互联网市场正处于一片空白状态 谁都知道这个领域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但是谁也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0年陈天桥通过中介人的牵线搭桥 和当时韩国Aktos公司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当时这家公司有一个网页游戏传奇 虽然这个游戏在韩国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游戏 但是在陈天桥自己是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决定将这个游戏引入到国内 传奇不算是一个好游戏 但是我们盛大是一个好的公司 在成为了传奇的国内独家运营商后 陈天桥没有急着直接上架这个游戏 而是组织公司里的员工对这个游戏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仅在里面加入了很多具有中国风格的内容 还率先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RSR令牌系统 为玩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游戏环境 为了防止国内的青少年过度沉迷游戏 陈天桥还在游戏推出不久后 在游戏里实行了晚上12点之后 禁止使用学生充值卡的行为 在陈天桥的多方策划下 传奇一登陆到中国的互联网市场 就瞬间吸引了无数的游戏玩家 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到游戏里的玩家 陈天桥在不久之后就投入了500万元的资金 建立起了专属于传奇的大规模呼叫中心 游戏最火爆的时候 这个呼叫中心每天接听的电话数量超过了3000个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传奇真的成为了中国互联网里的一个传奇记录 如此快速的扩大规模和资金累计速度 即使放到今天也依旧让人牺牲敬畏 2001年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的收入 累计达到了千万元 2002年 传奇在即在力 为陈天桥带来了大约6亿元的收入 2004年 陈天桥凭借着这款游戏积累起来的财富 成功地登上了中国的首富榜榜首 人怕出明珠怕壮 陈天桥的胜利不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 还让他变得黑料缠身 在传奇逐渐占据国内网游市场的同时 有关这款游戏的负面新闻也层出不穷 陈天桥也从国内首富的称呼 变成了精神鸦片传播者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陈天桥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的公司每年按时交税最少要交1亿元 如果放在别的行业 那我应该出席在表彰大会上 但是我做的是网游 所以我只能遮遮掩掩 生怕被人发现 在巨大的压力下 2005年盛大网络科技公司 决心从网游市场里抽身出来 转型目标则瞄准了家庭数字娱乐市场 在提出转型之后 陈天桥率领着自己的团队 陆陆续续尝试了很多方向 盛大盒子收购新浪 投资尽疆 奇典小说 在陈天桥的转型中 有许多后来居上的互联网公司 开始纷纷挤占盛大公司的市场份额 失去了网游市场的资金支持 陈天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2014年 盛大启动了私有化进程 同年11月 陈天桥向外界抛售出了 自己手中所有的盛大股份 自此 这个曾经带给陈天桥 无数喜怒哀乐的盛大公司 也就与陈天桥 没有了任何关系 其实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陈天桥的转型并不算失败 无论是打造专属于盛大的科技盒子 又或者是投资小数网站 新闻网站 这些举动 都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正在做的 如果说 陈天桥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那就是 他走得太快太急 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拥有远见是很必要的 但是太远的远见 所带来的 必然是不符合市场的超前性 不符合市场当下的需求 就意味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公司里面的投资 只会止进不出 2018年 由陈天桥 及其妻子洛千千 共同投资录制的 打开思想的大门 向全球发布 在离开了舆论的中心后 陈天桥并没有放弃 自己喜爱的事业 如今的他专注于 脑科学领域科学技术的研发 创立了陈天桥洛千千研究院 TCCI 曾经的互联网教父 退隐了江湖 说起来 颇有一种小说中 充满神秘色彩的前辈风范 虽然有关盛大的传奇 已经落下了帷幕 但是 有关陈天桥的个人传奇 却始终没有落幕 转换了舞台 陈天桥却依旧充满热情 始终耕耘在自己的领域中 本期创始人观察有关陈天桥的故事 就讲解到这里 你是怎么看待陈天桥这几年的经历的 你又对陈天桥做何评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